Hello 侯们大家好 我是欧欧多能了海 这里也一个很古怪的玩意儿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一个外星飞船一样 哺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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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什么电话 叫什么来的 哦 无线电话会议终端 这是一个哥们 他的那个就是场子里面的设备啊 可是被人插出电源然后给烧了 你看这里面烧的这个外壳都烧趴了 这里面烧了一个坑 第一次见这么奇怪的东西 好了 这有一块烧糊了 我看这上面很多集成块 特别多 既然这底下这个管子都烧糊了 我们把这个管子开下来先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底下的胶割断 好吧 这是一个厂项一抹 哇 底下都糊了这里 把这里清一下 测出来这玩意儿居然好像没有坏呀 我先找一只MOS管换一下 看看行不行 是不是MOS管坏了 测也测不出来 再来十个G 现在换一个MOS管会好一点 7.0V 6.6V 11.3V 那么到现在为止就说明不是这个MOS管的问题了 是吧 这么烫的话不可能的 那说明这边有什么东西坏的了 这附近是什么玩意儿坏的我也不清楚 这个芯片我在网上查的资料是5V电压 但是现在这个电池电压是这个充满的应该是8.4V吧 两个4.2V 两个4.2V充满了8.4V 最低也有7V多 比如说这个电源芯片它的供电应该是不是直接从电池过来的 应该中间还有一个东西转换 但是这个电压转换从哪来 我现在也不知道 因为这上面太多各种用的芯片了 这里有两个应该是伸压 应该是电压转换的 但是你们不知道是给谁供电的 这个电池现在它电压直接先通到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还是先通断档 这样走线路查一下 那这些大电容两端都试一下 这上面这么多大电容的 现在是电阻是即便为零了 那么说人家电池通到这里来了 这个电动板是这种颜色非常好看 走线路 我这里有个很粗的铜壶 这个铜壶然后通到这里 有个小二级箱 通到这里 有个六角芯片 六角芯片到这里来了 然后大概是往这边走了 这个六角芯片 我们再通电试一下 看看这边有没有得到电压 我现在打到电压 我现在已经通电了 看这个还在抖 我们再测一下 18弧 我测到这里是多了 这里也是8弧 我从这里过来 这里来了 这里也是8弧 然后在这个电池也是8弧 然后到这里就变成了5弧 那么说明这个芯片生压是5弧的 然后这个芯片 这个坚持 哎 但这个输出的话 它就在一直在跳 一直在跳 那么说明这边 因为这两个芯片是一模一样的 电路组成一层 从这上面看 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说明这个生压 这边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这两个看到没有 这一部分 这个电感 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生压的 然后这一部分也是一个生压的 这两个都是完全一样的电路 现在这个工作正常 这个工作不正常 这个工作不正常 好吧 这种吹下来了 39弧 我现在把这个 这边一个把它也吹下来了 好吧 果然加点焊息 这张这个东西还能够吹下来了 好 清理完毕 我们现在把这个 装到这个位置 这个已经焊完了 我们再测一下这个芯片的 测一下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这边生压的是3.2伏的 那这边就是5伏的了 那说明就是这个生压芯片坏的了 现在这边的这个芯片 我们已经挪到3.2伏去了 那么这里就是5伏的电 但是我们有这个芯片 我手上有个其他的模块 我们用这个其他的这个电源模块来试一下 我把这个模块的地线 接着这个8伏的输入 把这个电通上去试一下 看看这边应该电压 已经有5伏了 把品牌什么东西都插上去试一下 现在可以开定 有显示的 有没有 哈哈哈 哦 哦 我 IP模式 按键也有反应 这个音量加减特别 妹妹 你这个维尔中搞定了 嘿嘿 没想到把它修好了 得意一下啊 这个电话 这个视频电话会议 视频会议电话系统 嗯 嗯 那个朋友说 这个一套价值能够达到少外块钱 差不多八九千块钱 嗯 九千多块钱 然后现在这一套 已经完美修复 是吧 推一下是吧 哈哈 哎 我们把这个原来这个 这个 电池管这里加了一根散热片 我怕它再出问题 哎 然后把这个给它装回去 因为原来电池没用了 废了 然后我用两个18650接在这个原装的保护板上面 然后插在上面试级 试级充电啊 充电电路没有什么问题 发热也比较正常吧 没有时候特别烫到 像原来那种把塑料给融化了 然后这功能基本上 也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其他的进一步的测试 我们是测试不了 只有这个音量键啊 还可以按其他的 不知道是怎么玩的 嘿嘿 好 本期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喜欢朋友还点赞 关注玩玩和点赞 拜拜